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登颖 做登颖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书衣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臂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除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除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哇哦哦哦哦哦 欧如� or 可能把灵迫它们 咖喊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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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层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像是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辩证和打辩 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提出对方的观点 颂读当中是这样说的 说 见底则解脱 何须见空心 我们今天辩论就是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一个辩论 大家应该清楚 我们所谓的现在 南乘佛教属于小乘 在小乘里面也有各种宗派 比如说圣文城他有画画圣文 画画圣文是诸佛菩萨画现圣文的 这样的圣文也有 还有称大菩提的圣文 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收集的 比如说色利子 目犍连等等 这些都是称为大菩提的圣文 还有一遍寂灭圣文 趋入寂灭的涅槃 就是圣文之中里面所讲的 无语阿罗汉等等 还有一种叫正上满圣文 正上满圣文 他自识为自己已经证悟了圣者的果位 但实际上 这是自己的傲慢心而已 还没有真实地通达圣文 和大乘的教义的这种论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的 主要辩论的对境就是正上满圣文 所以说在小乘中当中 以正上满圣文为主的 这极个别论师 大乘有一定的看法 所以他们的观点 他们认为是见地则解脱 见了正地 也就是说 我们见四地的正义 苦极灭道的四地的正义 真实能见到的话 那么就会获得了解脱 因为他先依靠善知识 或者说依靠自己的能力 能认识 认识以后通过长期的修行 最后获得了这样的果位 那个时候所有的烦恼障 全部断除 这样以后就获得解脱 所以四地十六形象方面 一般小乘 大乘都有这个说法 但小乘的话 主要是我们苦地 比如说苦地的话 它有无常相 苦相 空相和我相 苦地有四种相 然后苦地 极地 极地的话 它有阴相 吉相 还有身相和愿相 具足四相 然后灭地的话 也具有四相 灭相 金相 妙相 礼相 总共有四种相 然后道相 道相 肉相 修相 还有出相 总共有四种四种 这样十六种相 那么这个小乘认为 只要是认识到十六种相 成立的话 那就完全都获得了解脱 超出三界轮回 因此你们大乘所讲到的这些空性 有什么必要呢 就是没有必要修持大乘法 尤其是我们大乘当中讲了空性 这样的这种空性 没有任何必要 所以我们很多的小乘 他们都认为 就是大乘所讲到的 尤其是法无恶有过二十种空性 就是没有必要 他们是不承认的 可以这么说 因此他们自从都是认为 只要见底就可以了 但本来他们的十六种相 种种 空相和无恶相 实际上是我们大乘所讲到的 圆起空性的部分 但是他们自己 并没有发觉到 因此在大乘行事面前 开始进行辩论 身边有发现空性能不能被进行输入 那是要的 第一步 二十五分钟 第二步 二十六分钟 一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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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开始对他进行回答 那这个回答以教证来虐说和 以辩论的方式来广说 还有色语分三个方面讲 那么第一个以教证虐说是在《般若经》当中这样讲的 《般若经》中说无悔无菩提 首先因为刚才小乘他们认为这样的解脱不需要证悟空性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们说你们这样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首先是用教证来说明这个空性必须证悟的 如果没有证悟空性那所谓的解脱是根本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空性有关《般若经》当中 就是凡是获得圣者的果位的话那你一定要证悟空性 如果没有证悟空性那任何一个圣者的果位都不能获得的 那么这个《般若色证》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谁求声闻度觉过乃至法王如来过 彼于般若法人得 彼此恨事不可得 有这么一个教证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你不管是求声闻的果位也好 圆觉的果位或者是法王如来的果位 那么都是必须要依靠薄弱空性 如果你薄弱空性离开了 那薄弱空性没有修的话 那么这三种圣者的任何一个果位都不可能得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圣者一定要证悟到 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如果没有证悟到这样的空性的话 那么有这种相状 有执着 三菩提的任何一个果位 也不可能得到的 凡有法相者 无有三菩提解脱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凡是有这种相状者 那就不可能获得三菩提的 那么《般若经》当中也是说了 凡是欲求声闻果者 也要希求般若波罗蜜多 希求愿觉果位者 也要希求般若波罗蜜多 然后同样的 希求菩萨果和希求佛果者 都必须要希求般若波罗蜜多 有关佛经当中 都非常明确地已经讲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承认 这个空性是非常不合理的 包括《弥勒菩萨的现观传论》里面 也说了 具有罪愿菩萨佛 世生众母 我经历 我们前面讲了 神闻愿觉 菩萨佛陀十个圣者 十个圣者的真正来源 也就是说 真正圣物的根本 依靠般若父母 因此 弥勒菩萨也是没有造论之前 首先共共兢兢地顶礼 智慧空性 他这里的灰 指的是证悟空性的智慧 或者说是般若的空性道 这个空性道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菩提 从光影上讲 我们神闻的果位也叫菩提 因为善菩提嘛 远觉的果位也叫菩提的 佛和菩萨都是更不用说了 因此如果没有获得了 这三者的空性 这空性 那就是得不到果位 我们尽管 Chu 双菩提的 我们下醜的口依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我们讲通过辩论的方式来广说 就是分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内容前面已经讲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乘的教典词 应该是成立为佛说的 那么这个就是梵文和波塔的观点 分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大乘若薄肠 如叫运河肠 刚才我们说是空性必须要见到 因为是大乘的《般若经》当中说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乘的般若性是本来小乘声闻中他不承认 本来为什么是要引用一个大乘的经典呢 这个原因就是下面进阶就是要辩论 互相辩论的原因 否则本来他不承认大乘的观点 然后我们说大乘的《般若经》里面说是 没有空性智慧 没有菩提的话 他更不承认 那么他不承认呢 他说这个《般若经》不是佛陀所说的 他们这样认为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圣文成当时都是 包括佛陀菩萨 龙猛菩萨到龙宫里面去《般若经》 然后回来在人家弘扬的时候 圣文成都说是摩加仆的龙猛比丘开始弘扬魔法等等 有很多人进行诽谤 也进行对他制造谣言等等这种情况 因此有关大乘空性法门 他们都觉得这不是佛陀所说的 然后弘扬大乘者 他们也认为这不是什么圣者 这样认为的 在这样的社会或者这样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很难以沟通的 但是我们首先说是 因为大乘是佛陀所说的 为什么是佛陀所说的 因为我们大乘的经典 应该是具足佛所说的这些理由 怎么会理由呢 首先我们要翻问你们圣文中 那么你们圣文中 你们自己所承认的 包括一些《阿含经》 或者说一些《毗拉与经》等等 小乘的修观这些三藏的经典 三藏的经典 你们的这种论典 经典怎么会成立为佛语呢 你们说 我们的《般若经》是龙猛菩萨等 他们制造的 不是真正的佛语 那可以 如果真的我们不是佛语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们要翻过来问你们 你们小乘中的这些论典 这些经典 怎么会成为佛陀宣说的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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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回答从两个方面来讲的 第一个是破教证的理由 所以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破教证理由 是 这个经典应该是佛陀所宣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你们也是承认 比如说阿含经 阿含经一般都是分四种阿含经 真阿含经 中阿含经 还有长阿含经和大阿含经 阿含经也好 或者是有关这些经典 你们大乘宗 大家都是把它作为依据 尤其是讲一些戒律的太子 在这些问题上面 《毗拉与经》作为这个 然后《白与经》等等也是作为根据 这样的话你们也是承认的 然后我们自从更没有什么说的了 因此你们也承认 我们也承认 我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辩论的话 那都是应该成为佛陀的语言 大家都认为 这是完全是佛陀所说的 这个怎么不能成立为佛语呢 那么大乘宗就告诉他们 如果两个人承认以后 才可以成立为佛语的话 那我们再给你们 可以提出一个问题 那你们小乘宗的话 刚开始 你们入胎的时候 在木胎里面的时候 这个《阿含经》对你们来讲 也是还没有成立的 然后刚刚罗比在哇哇哇叫的时候 《阿含经》对他面前来讲是能成不成立 是不是佛陀宣说的呢 肯定不行的 然后你当小孩的时候 可能也不行 还没有皈依的时候 也没有成立 那这样的话 那个时候 是不是你们的《阿含经》 成了不是佛说的 因为在当时没有成立 对这个人面前没有成立 你刚才说 你们大乘和两人成立的缘故 才成为佛语 那这样 你刚开始最初的时候 你自动面前 其实《阿含经》为主的 这些小乘的经典 当时还没有真实的成立 那真实没有成立的缘故 是不是成为佛语 当时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说 哦 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们当时刚开始当小孩 或者还没有皈依之前 虽然是没有成立 但是没有成立的话 我们是有一定的因缘 有一定的外缘和内缘 有什么样的外缘呢 我们有可靠的一些论典来说明 这是完全是佛陀所宣说那的 而且代代相传 不断发卖 所以一直传到现在 比如说佛陀在印度六叶园宣讲 初传法论的时候 给吴比丘为主的这些眷属 宣讲了所谓的他们的法要 然后后来佛陀涅槃的时候 传给家世尊者 阿难尊者 草业 还有金藏等等 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上师 全部到现在的我们 我们的上师那里 因此应该有可靠的论典 有可靠信任的依据 因此我们小乘完全是佛陀所宣说的 而你们大乘没有这方面的依据 所以不能成为佛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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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大乘对他进行回答 就是说是 这样的依据和这样的传承是非常简单的 这一点是我们大乘以然 大乘宗派的话也完全是有的 为什么有呢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 我们大乘下来的这些上师面前一直传下来了 一直传下来的历史完全是可靠的 因此如果你们说这样的依据作为 教乘作为富裕的话 那我们大乘也完全地可以具足 你们说上面所教导的一切的利益和依据 就是确凿的依据 应该说具备无上 那么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也不能回答吧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刚才说是我们二人之间禅礼吧 你们下次大乘宗和小乘都禅礼 其实你们所谓的禅礼是 内教的两个人具足以后可以 所以随便两个人具足承认 就可以成了圣的佛经了 如果说内教的两个人 那么我们大乘的话 就是内教承认两个人的以上非常多的 这样的非常多的 如果你说随便有两个人以上承认 才成为真正佛语的话 那不仅是我们的大乘也好 甚至外道所承认的就是非土 他这里就是说 你们如果承认两个人以上 成为真理的话 那四种非土土都已经成了 真实的佛语 不仅仅是非土土 还有顺势外道的论典 然后大智德派的论典 其实这些论典的下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学者都在写 包括我们现在 人们所称为的法轮功 也应该成为真正的佛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承认他的人 不仅仅是一个两个 听说现在也是 很多地方都比较多 那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 这些都是不成为真实的 有时候所谓的真理 并不是几个人承认 人多了以后 他成为真正的真理 也并不是这样的 是一种感受的还可以做的 雖然想发现了更多的 有没有人 这就是一种感受的一种感受的 自己温暴力 但应该会有的 对于辽制造的 以典动和複装 原谅的如果画像一次 也不公开 比较多了 除了有很大 有可能就像感受的一种感受的 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的 不是有可能的吗 我特有特有的 Aqui想到 你店家说好像是他们在这种感受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破非教之理由 小诊大成古 外道欲二汗 自他欲他脚 有诊细音舍 下面对方也是这样说的 因为成人刚才也说了 传承上师虽然大成也有 小成也有 但是小成认为 你们所谓的大成跟我们正论比较大 我们这个小成 不管是二汗经还有其他的经典 跟大成这边正论都几乎没有 然后我们不承认你们的般若经 所以你们和我们之间 应该说正论是相当大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有正论的话 肯定你们大成经典了 就是不是佛陀所宣说的 我们唯一的理由的话 就是你们的这些经典 成为很多争论的因 而我们小成的经典 其实符合三藏的教义 就是完全在结藏当中 律藏当中也好 就是对法当中 都有这些教义课照 他的这个依据 完全在里面可以证明 因此我们小成的法 完全是一种正确的 而你们大成法 还是可待观察 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大成对他这样回答的 如果你们认为小成跟大成 正因为是有正论 这样一来 他不是成为富裕 以这个理由来辩驳 那都是不合理的 有正论如果不合理 那你们小成 阿罕经也好 中的小成的一些经典 其实外道对你们也是有正论的 比如说我们佛教承认三法因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而现在有些外道 他认为一切世间是常有的 是大致在变成的 或者是上帝造成的 这样一来 关于无常方面也有辩论的 然后无恶方面也有辩论的 空性方面也有辩论的 这样一来 你们小成 自己的阿罕经围组的一切经典 正因为跟外交有辩论的原因 有正论的原因也成为不是佛裕 你们不是刚才说了吗 因为有正论的原因不是富裕 如果有正论不是富裕 那你们的经典也外道有正论的原因 你们自己所承认的这些经典 不应该成为佛裕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你们自从 比如说声闻谷当中 其实在见修行过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辩论 自他的这个状态也有很多的辩论 这样一来 那声闻谷里面有正论的缘故 互相都不是成为富裕了 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大臣应该舍弃 而且你们自从所承认的声闻谷为主的 所有的这些经典 论典 全部都是应该放弃 不应该去接受 那这个当然 你们自从也是不合理的 有这个正论 这是非佛语 或者这是非佛教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现在有些居士稍微有点辩论 稍微有点正论的时候 哒哒 你们都是成了外道 我都不行了 马上要离开 其实这是没有认真思维的一种过患 不管是大臣小臣也好 或者是互相 综合之间 就是辩论有必要的 为了真正真实的辩论 我们约成论师也说过 说是 论众观察非好证 为解脱故显真理 就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龙龙菩萨也好 约成菩萨这样的观察 不是好证的 就是为了解脱 就是为了争现出一些正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辩论也是合理的 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没有这样的理由 随随便便 义无论词地 诽谤高僧大德 诽谤一些经典论典 在这些方面 一定要注意 和平常就 group 也必须也一定会 研究手法 也edy有所谓的 给你带来这些人的预算 不过很多 毅端非常常不少 你来说这是仇人的公司 就是 这么一样的 缓紧大利 是我们认识的适合 那么一样的事 有钱 大家可以带他们 也可来像一样的 它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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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